唐代中后妻 在陕西杜陵 有一位书生叫维固 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成年以后 维固就想着早点娶妻成家 母亲能早日安心 自己也算是静孝了 为了能早日成婚 维固四处求婚 每次他都竭尽全力 但是每次都是与愿违 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娶妻 倒也是应了那句话 欲塑则不达 凡事太急于求成 反而成不了 兔走乌飞 时光荏苒 一晃过去了好几年 维固已经二十六岁了 还是没能成功娶妻 别说当时了 放在今天 可能也该着急了 所以为故心急如焚 却又无可奈何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小赵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元和二年 即公元807年 为故带着仆人去清河玩 旅途行到宋城南殿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于是他住了下来 住下来后 为故就跟店里老板聊天 说到了自己想早日娶妻成婚的事 老板就说 以前的清河司马攀访 他的女儿正在准备挑个对象 如果为故不介意 可以去试试看 对了 攀访为女儿挑选夫君的地方 就在店西面的龙兴寺门口 为故所住的店 距离龙兴寺还有一段距离 听到老板这么说 他赶紧和仆人连夜赶过去 当时月色很亮 为故也不怕 走了一段距离 为故看到前面有一位老人 坐在石头上 写椅着布袋 在月光下看书呢 为故一看 觉得很奇怪 就走过去看了 仆人一看 少爷又去研究书了 困乏的他 靠着一棵树就睡着了 靠近时 为故才发现 老人所看的书 文字很奇怪 既不是楷书、行书 也不是历书、传书 甚至也不是重传或者梵文 好奇之下 为故问道 请问老父 您所看的书是什么 我为故从小到大 看了不少书 自认为能认识天下 所有的字 认识经文、传书、可立书 就算是西方的梵文 我也能认识 可是 为何你这本书 我没看过呢 连上面的字 我也看不懂 老人笑着说 这又不是世间的书 你怎么能看懂呢 为故大惊 问道 不是世间的书 这 这是何意 难道 是天上的书吗 老人淡淡的回了一句 这是英曹地府里的书 你当然看不懂了 为故更好奇了 他也不害怕 问道 既然这是幽冥界的书 说明你也是冥府的人了 可是 你一个幽冥界的人 为何来到人间呢 感觉你是幽冥界的人 不应该来到人间啊 老人说 是你来得早了 而不是我不该来 幽冥界里的官吏 掌管着人间方方面面的事情 但是 你们人间的官吏 能掌控幽冥界的事情吗 不能吧 现在 你是人 我是鬼 你我各自一边 人鬼互不侵犯 有什么好说的呢 为故一听 连忙问道 那么 你在幽冥界掌管哪一方面的事情呢 老人说 没什么 不过是掌管人间的婚姻而已 这下 为故很高兴 说 我为故从小就没了父亲 常常希望能早点娶妻 生儿育女 孝敬老母 但是 过去十来年了 我想尽了办法 依旧没能成功娶妻 现在 我正想去看看潘司马的女儿 您说我和她能成亲吗 老人摇了摇头 说 不行了 你和她成不了 以你的条件 就算是多准备聘礼 想要娶那些屠夫 匠人的女儿 也很困难 何况潘姑娘父亲 还是个周俊的官吏呢 你的妻子 现在不过三岁 她十七岁的时候 才会嫁给你 听到这里 为故心放下了 看来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光棍了 于是她又问老人 我看你袋子里有很多红色的绳子 这些绳子是干什么用的 老人说 这是赤绳子啊 也就是姻缘绳 只要把这红色的绳子 拴在男女的脚脖子上 他们就成了夫妻 等他们出生以后 即便是仇家 或者贵贱玄书 相隔天涯海角 以后也还是会成为夫妻 你的脚 已经跟别的女子系在一起了 所以啊 你跟潘姑娘不可能了 还去干什么 所以我前面才说 你来得早了 为故又问 那么 我的妻子在哪里呢 她家是做什么的呢 老人指着那家客店 说 这个店背面 卖菜的陈婆婆 她的女儿就是你的妻子 这下 你明白了吧 为故点了点头 又问 那么 我现在能看看她吗 老人想了想 说 陈婆婆常常会抱着她女儿 去集市上卖菜 你如果跟着我去 就能看到她 为故点头答应了 此时 天已经快亮了 老人收起书卷 放在袋子里 然后上路了 为故喊醒仆人 三人走着 经过了龙兴寺 为故果然没看到 司马攀访的女儿 于是 三人继续出发 当然了 老人做了法 所以别人看不到她 也听不到她说的话 只有为故可以 仆人听不到看不到 只听少爷一路上 喋喋不休 她早已经习惯了 也见怪不怪 很快 他们来到了菜市 只见有一位独眼的婆婆 抱着三岁的女儿 看起来不好看 穿得也很破烂 弄得跟乞丐似的 看到自己的妻子 如此不堪 为故忽然怒了 说 此人如此比漏 我能不能杀了她 老人很生气 说 你别以貌取人 别看此女 现在模样一般 但是将来会富贵 还会因为 你有自己的封地 你怎么能想着 杀了她呢 真是数字 说完了 老人就不见了 为故也愤怒了 对着一脸猛的仆人说 这个老妖物 居然如此荒谬 我家怎么说也是官宦之家 娶妻的话肯定要门当户队 就算不能娶妻 也要选择那些漂亮的女子 作为小妾 以延续香火 奉养老母 她怎么能说 这瞎眼老太太的女儿 就是我的妻子呢 不是很荒谬吗 说着 为故拉着仆人走到一边 从怀里掏出一把刀 交给仆人 说 你平时不是说自己厉害吗 去 把那对母女给我杀了 我给你一万钱 说完 指了指成婆婆和她女儿 仆人一听 连忙说 好 我明天就来杀了这对母女 第二天早上 为故在一处等着 仆人拿着刀 到了闹市中 看到陈婆婆和她女儿 抽出刀就刺 血剑当场 中围人一看 吓得就跑 仆人被刺中后 也赶紧跑了 找到为故后 两人一口气跑出去几十里路 感觉到安全了 为故问仆人 有没有被刺中 仆人说 第一刀刺到独眼女人的心了 第二刀又刺中小女孩的眉心 回到家中 为故继续求婚 但始终没能成功 很快 十四年过去了 靠着父亲的功劳 此时的为故做了向周的官吏 刺史大人叫王太 他看为故有点本事 就让他负责牢狱的事 为故干得不错 王太对他很满意 就把女儿嫁给了为故 而此时 为故已经四十岁了 王太的女儿才是七岁 不过 王小姐听说了为故的本事 也没建议 直接答应了 娶妻当天 为故发现 妻子十分漂亮 简直就是貂蝉在世 西施复活 他很满意 只是妻子眉间贴着小花 作为装饰 一开始 为故还以为是装饰品 但是后来他才发现 妻子平时眉心也贴着花黄 即便是洗澡 眉心的花黄也不会弄下来 过了一年多 为故忽然想起来 仆人刺重那对母女的事 又想到了那个老人的话 他心中一动 莫非 他不敢细想 于是 当晚为故就逼着要看妻子眉心 还故意发火生气 妻子哭着说 相公 实不相瞒 我其实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 我是他侄女 他其实是我叔叔 我本是宋城人 父亲做过宋城的官 后来去世 那时候 我还在强宝中 两年后 我母亲和哥哥也不幸去世 我那时候才三岁 只能跟着如母尘世生活 如母靠卖菜为生 他很疼爱我 每次去集市上卖菜 也会抱着我 为故着急 连忙问 然后呢 后面怎么样了 妻子又说 妻子又说 那一年我三岁 跟如母去卖菜 不幸我被一个发狂的人刺中 正好没心中刀 幸亏如母挡刀 我不至于毙命 不过 巴痕也因此留下了 所以我才会贴花黄 盖着巴痕 七八年前 叔父得知我还活着 把我接了过来 认作女儿 他是觉得相公为人靠谱 所以才把我嫁给相公 为故又问 你说你的如母姓陈 他是不是瞎了一只眼 妻子点了头 说 是 咦 你怎么知道 为故叹了口气 说 因为刺杀你们的人 其实就是我啊 于是 他把自己求婚 遇到幽冥界主持婚姻老人 以及老人说他们姻缘 自己愤而让仆人刺杀的事都说了 妻子听完后 连说奇妙 为故也因此给妻子道歉 说自己不该以貌取人 更不该刺杀他们 索性妻子说 陈婆婆没有死 只是受了伤 她怀中的铜钱救了她 如此 为故心中才稍微好受一些 后来 为故和妻子生了个儿子 官至燕门太守 王小姐也因为儿子的功劳 被皇帝封为太原郡夫人 还有封帝 果然 那个老人说的没错 后来 宋承的县令听说了这件事 就找到为故曾经住的店 把店名改为了订婚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